广告卫生暗间 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李依卢 台湾在今天本土确诊个案 再新增了297例 而校正回归数也有258例 加总起来总共是557例 另外死亡的个案是来到了19例 创下了新高 整个疫情似乎还是没有降温 就连指挥官陈时中都严肃地说 校正回归之后的曲线图趋于平坦不是太好 显示没有往下的趋势 代表说社区内仍然有感染者没有被筛到 而且在这个死亡个案当中 还再度出现了年仅40多岁 无慢性病史的死亡案例 也让外界担忧 死亡个案似乎迈向了年轻化 台湾本土疫情似乎还是看不到降温趋势 因为28号新增案例又是三位数 本土个案又再新增297例 而校正回归数也有258例 综合校正后的每日确诊个案 虽然在17号高峰后确诊数有微幅下滑 但大多都还是在400到500间摆档 疫情似乎没再退烧 原来里面就已经有潜藏的一个社区相关的病人 那后续被检验出来的 那没有下降表示病人仍然有一些趋向于平坦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情况 看不到疫情镜头就连死亡个案也在创单日新高 28号一口气暴增19例 其中更再度出现年仅40多岁 无慢性病史的年轻死亡个案 按68245月18号出现症状之后 25号快晒阴性 但很快的隔天就PCR阳性确诊 不过都还来不及送医救治就猝死 死亡个案似乎迈向年轻化 只是轻症的话就突然造成突然的恶化 或者是甚至到重症甚至到猝死的一个 这个过程非常的快速 就老人家慢性病史的确几率是比较高 但年轻人当然也有可能发生 这几个特殊的个案 那确实是如果有足够的时间 我们确实是应该去详细的探讨 如果有好的一个死后的病理检验的话 那我们可以更清楚 到底他们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而过世的 确诊数不降 死亡个案还持续攀升 陈志忠呼吁热区 筛检要快 不然想成功围堵这波疫情 看来还要很长一段路 就这么多